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还有人说 我是在给富士康做广告 是富士康花钱请了我 甚至还有人说 我是黑心中介 等等等等 卧槽 你们这些人的脑补 真的可以 在下确实佩服 我就想问你们酸不酸 在这里 我只想告诉你们 我只是生活在基层的 一名打工者 只想用镜头 记录自己最真实的生活 没有什么目的 至于你们说的任何一个 我都不沾边 那么为什么富士康会有两个月的 如此高薪 咱们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用事实告诉你们 我在富士康的两个月的高薪 是否有水分存在 如果你在富士康上过班 你应该知道 全国的几大厂区 比如深圳的龙华 关南 成都富士康 太原富士康 以及我们郑州港区富士康 对于富士康 每个月的正常薪资是多少 按照正常的薪资情况下 无论哪个厂区 每个月的薪资应该在5000左右 那么为什么郑州富士康会出现 去年12月份和今年1月份的 两个月的高薪政策呢 表必知道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是由于 郑州富士康去年10月份 和10月份 在疫情期间发生的几件事情 郑州富士康 疫情大爆发 出现大面移的逃亡离职 离职之后 为了采能 有全国性的招人 利用高薪招募 在短时间经历 补齐了几十万人的缺口 但是就是这次招募 招来了全国性的精英 最后又由于某些问题 出现了富士康 永维川大事件 最后这批招来的人 你只要离职 就每人可以得到一万块钱 进行打发回家 说实话 我们这批人 是他们的后继者 成这前辈们 为我们铺建好的路 迎着2022年12月份 富士康的高薪政策 成功入职的 对于这些大事件 咱们在这里不必多说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咨询一下 你旁边有在职富士康的 或者去进行网络查询就行 当时富士康给我们的 高薪政策 就是在职两个月60天 也就是去年的12月份 和今年的1月份 两个月的高薪薪资 当时的高薪政策 是这样补贴的 只要在富士康 在职30天就有3000元 然后就是疫情闭环管理 3000元 新春大礼包6000元 入职基地 只要出勤 每天150元 大家可以这样去计算 光这些补贴的话 两个月下来 总共能够拿到 2万元左右 再加上我们平时的 基本工资 平均下来的话 每个月就是1.5万 下面的话 我为大家展示一下 我这两个月的薪资情况 这个呢就是我2023年1月份的薪资 正常工作天数21.75天 标准薪资2200 下边这是加班的 199758 1277 光补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应付总额17390 实发16582 然后再看一下2022年12月份的薪资 这是我12月份的工资 总共上了17天班 标准薪资1719 这是下边的加班 然后补项5520 应付总额8849 实发工资8,565 这就是我的薪资情况 这下朋友们心服口服了吧 从去年12月7号入职 到上个月发薪资 我这两个月总共发了26000多 这样的薪资 在富士康可以说算是中等工资 在富士康的一些老员工 他们光上个月在富士康的一些补贴 就达到了1万5 再加上基本的薪资 应该是达到2万多 这样的薪资在富士康大有人在 不过像这样的高薪 在富士康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从这个月2月份开始 他们的薪资就归负到了平常 也就是在5000元左右 朋友们 这下你们应该相信了吧 富士康这两个月的高薪资 是否有水分存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兄弟们 今年不知道咋回事 电子上都没有几个招人的 富士康现在都没有开始招 以前的富士康初期 就是天天发消息 那个中介发消息招人 今年到现在都没有 说真的兄弟们 我想去混几天 虽然长期不可能 但是混几天还是很舒服的 可以见那些宿舍的老哥 那些老哥特别有节目效果 哎呀我特别想去现在 还有最近的日节都没有几个 那些垃圾日节就 就是昨天我和我朋友去看了一下 我朋友他没钱了 想干日节 但是我是不会去的 他就问了一下 那个垃圾日节 嗯 就12小时120 干搬块地的 不能停 一直干活 就是发了一小时之后 我们去问的 结果报名报满了 不过对我的影响不大 该吃吃该喝喝 上班这事不要往心里哥 上海特斯拉某一项员工 发的一个真实工资单 基本底薪工资是 5489块一毛七 加班为34.5小时 加班费总计为1632元 加班 1.5倍 每小时为47块3 上了8天夜班 一个夜班补贴是40元 再加上各种补贴 月工资总计为9149元 而这位员工的 这2022年1月到6月的工资汇总 月平均工资在1200以上 6个月的工资金扣除了6792 工资金加补充工资金 一共是1132元 那么每个月工资到账 就是2200多 而且这个还是最低的底薪 大多数底薪都涨到6000以上 整体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这后面好的招聘了呀 看的人还是有的 比较多吧 因为富士堂现在要出来好多人了 好的企业跑到这里来做工了 都是在看 你看我身后那几个招聘员都在睡觉了 无人问津了 看一下 刚才也去看了一下那个工作 都是那个企业执着的 那个待遇的话 大家都知道肯定不是很好 都是底薪2300 是深圳这边的标准2300多 看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都是没有意象的 你刚才也看到了 那个招聘员的话 都在那里睡大觉了 应该是也不好招人吧 那个待遇太差了 招不到啊 看来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喜欢干那个临时工吧 临时工每个月给每个小时给25块钱的话 还是有吸引力的 刚才那个招聘就在那前面那里 对面就是富士康了 因为富士康现在要走好多人 所以他跑到这里来照空了 但是也不好招啊 我会想这样的 对面呀 不过有什么事 也有什么事 我会想到那里做一个小时 你会想到那里做一个小时